在阿曼舉辦的奧運全集亞太區資格賽 台灣女將的表現超水準 陳念琴打頭陣 是第一位拿到東京奧運參賽資格的台灣選手 不只陳念琴 緊接著林玉婷 黃曉雯 吳詩怡 陸續在所屬量級的八強賽獲勝 四人全部挺進四強 也確定都拿下奧運門票 台灣全集女將林玉婷 名列五十七公斤及二號種子 八強賽對陣李玉奧運銀牌得主 中國名將尹君花 他用一罐凶悍拳風 三個回合完全載至 較上第二回合對手犯規 這場勝利全無懸念 林玉婷挺進四強 繼陳念琴之後 拿下我國第二張奧運全集門票 隨後登場的五十一公斤及八強賽 市井賽金牌得主黃曉雯 再接再厲 與烏茲別克對手 激戰四個回合 以四比一的分歧判定 在為台灣進仗一席奧運資格 黃曉雯收下勝利 露出振奮笑容 而同一天 最後一位登場的 60公斤級 吳詩怡 全場用臂展優勢和假動作 讓菲律賓對手吃足苦痛 最終也以5比0 輕鬆獲勝 台灣女將 在當地時間同一天內 四人出賽 全都晉級四強 斬獲四張奧運門票 大豐收 至於在華人拳壇最受矚目的 香港拳王 曹新如 則是在男子 57公斤及八強 苦戰三個回合 不敵市井賽冠軍 米薩夏利諾夫 懦入敗部 必須和八強敗北的另外三位選手 爭奪剩餘兩張奧運門票 警視新聞 綜合報導